近年來神棍騙財騙色巧麗明目 如望塵無喪失 我感覺現在人這個判斷力要夠 不然都很容易受影響 我們要形成 親戚朋友甚至是自己學生有判斷力 佛講了一句話 末法時起 邪師說法如橫河沙 請問諸位同道 你有把握你的學生不會被邪師騙的請舉手 現在邪師比正的還多 那請問什麼時候教他判斷 常常電視裡都會播出來 這就是一個機會點 不然他跟錯了自己判斷不出來 他的慧命就毀掉了 他人生難得 中華兒女男生他的機緣都遇到了 而且你看台灣 這個佛法的洪傳還是很廣的 他又去遇到邪的 你說他願不願望 首先善之事都是謙虛的 他不會號稱無上師 無上師是佛 怎麼敢這麼去稱呼自己 其實一聽會判斷的人就馬上判斷有問題 謙虛就不會去標榜自己 再來 真正善之事一定有師誠 他絕對不會說在偶然的夜裡 他突然接通什麼了 然後變成什麼都知道了 那個一定是寫的 他交代不出來 他跟哪個老師學的 要小心了 這個是六祖壇經裡面提的 威英亡佛以前有無師之通的 威英亡佛以後就沒有了 一定有老師知道 這個都是判斷 華音經說的 佛法無人說 雖智莫能解 也要跟孩子們講 你這一生修生修行 一定要跟著一個明白的老師 不是有名的老師 明師受戒 法華經說的善之事者是大因緣的 所謂話早令得見佛 你要修生修行 最重要的助緣就是你跟著哪一位真善之事學 這是最關鍵的 你不能隨便亂跟 那先入爲主啊 那先入爲主啊 孩子就懂得去判斷了 而且這個善之事啊 安平樂道 他不會都在那裡炫耀 他不會都在那裡炫耀 吃得好 穿得好啊 車子很貴啊 那絕對是寫的 論語說的 視至於道 而此惡衣惡食者 為主於義也 這個人一心向道 像菩薩道 像大學之道 可是啊 吃得不好 不高興 穿得不好 不歡喜 那不用跟他談修道了 他這麼重視欲望啊 人真正用心在道德學問上啊 他就有法喜啊 他怎麼還會對世間這些欲望 這麼看重呢 那顯然他沒有法喜嘛 不然老上講 世衛哪有法未容啊 常常法喜人 那世間的欲望 他慢慢就覺得沒意思了 你不用去限制他 他就不想碰了 所以經典裡都教我們判斷 安平樂道 哇 現在你要去聽他的課 只要買票 票還很貴 那個都不是安平樂道的休想的人 他收的費用適當 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那假如收的很貴了 那都有問題了 他都不是真正修道的人 哪怕他口才很好啊 教了很多技巧 他也不可能把真心教給你 真心只有真修道人才教得出來 不是真心的人啊 不是真心的人啊 他是很多技巧 心用錯了 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因地不爭 果昭於取遠 那真正有德的人啊 那真正有德的人啊 這個德我們要會判斷 知智通見講的 正直中和 為之德 為之德 沖茶強益 為之財 大家感受一下 一般的人啊 一般的人啊 會被德吸引 還是會被財吸引 好厲害啊 那個都是被財吸引過去 我們一般看到很有德的人 阿彌陀佛 慢慢就 我再玩一段時間再說 我會修行的 等我黑皮過了 我再來 果仁者 人多未 正公正 沒有師兄 直 很直率 很真誠 不會耍手段 這個執行師道場也不簡單啊 因為畢竟我們呢 接觸佛法以前呢 也在社會工作啊 那些習慣呢 我們假如沒有高度的警覺啊 我們也很難把它放下 那個慣性 強者先先就起來了 就 謀劃 算計 習慣用這一些 但是真正善知識 他很直率的 很坦率的 他不會給你遮遮掩掩 忠 他不會過 不會不急 不會一講什麼很激動啊 太偏激了 那種表達就讓人很容易形成一種對立的情緒 和 很和氣 對人很溫和 絕對脾氣不會 亂發的 我們都遇過那個 騎士啊 一開始 法會了七八千人啊 死底下 你一跟他接受都罵人啊 很凶啊 但是啊 他的福報啊很快就折掉了 哎 了凡事訊那段話真正明白啊 這個明不是好東西啊 明亦福也啊 世間想盛明 食不服者 都有其貨 其實這個明啊不好捨的啊 比方說 這一個地區 誰先推展傳統文化的 那個人會有執著 哎 我最先的 他就要別人尊重他 我最先的啊 再來呢 有比他好的人才啊 他基督 他會打壓 哇他這個 打壓人才啊 這個罪业太嚴重了 盡賢受上賞 你把人才舉建出來 給你的團體 或者國家社會啊 哇 上天給你的賞賜 很快 啊 這個歷史當中 包鼠雅推薦管仲 他後代十幾世啊 都是明大夫 那其一善之家 必有一情啊 避嫌蒙嫌路 你把一個人才啊 你打壓他 甚至還陷害他 那理師陷害韓非子 最後 沒多少年 他跟兒子 都被腰斬 段子結孫呢 避嫌蒙嫌路啊 這個不是在歷史當中這樣 我們真正冷靜來看啊 佛教界 傳統文化界 都一樣 而且你想這個名啊 很高啊 人家對你很尊重啊 含你老師啊 我們假如得不配位啊 這個福報就折掉了 而且你打壓人才有罪過了 那再來 你自己帶的方向知見又不對 你誤導了很多人的修學了 這個古報都會來得快啊 我看了也是戰戰兢兢啊 畢竟這一二十年過來 我們有很多同期的 這些老師們呢 這個也屬於歷史哦 走過的路啊 都是歷史啊 所以這個名啊 沒好處啊 好 好 那這些判斷 還有啊 所有的善知事呢 一定走戒定慧 三選 首先是戒 可是啊 可是啊 二十 超過二十五年了 啊 成德當時候啊 是從事於啊 這個 潛能激發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靈修課程 哇 好多都是什麼 哇 你搶他講一堂課啊 那都花好多錢啊 很有名啊 在他上口落寻河啊 真正你去接待他了 半夜 都是帶女人 到房間裡面去的 這個 邪淫啊 都不鎖了 你說 哇 他引導你啊 那個靈修啊 啊 讓你痛哭流涕啊 但他是邪的 這個要小心啊 這個我在 二十五年超過以前呢 我就見到好幾個了 現在他們還在呢 所以真的要交給啊 有些寫的他福報很大 所以這個 這個 任言經 為什麼最早滅啊 因為他是造妖境啊 所以這些邪的 要破壞他 要滅他 任言經 末後 清靜明悔喪 首先提出來 我們一般 談五戒 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妄語 不永久 任言經 首先提出來 不贏 因為那是要出禮啦 出輪迴啦 這個欲望就要慢慢慢慢放淡了 經文講的 盈心不除 沉不能出 這個六道輪迴 這個 出不了了 當然這個大家都要會聽喔 言以律己寬以待人 我們自己慢慢放淡 畢竟已經成家的人 難道不能 言以律人呢 要求另一半呢 到時候造成家庭問題了 所以 這個黃念祖老居士 都有做這些提醒的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向上 是什麼 心上要真正慢慢把它放淡 放下 好 好 所以這個 又是一個判斷的重點 他一定持戒 不殺身 不照照 不邪淫 不妄語 不永久 最後要提的一個 因為是很容易 引起人家的好奇 就是 真善之士 不以神通度眾生 我記得 我二十七歲的時候 台灣就出了很多這種神棍的 是吧 宋七例 是吧 哇 好多這些寫的 居然那麼多人性啊 那他們就是 還是怪我 我們要早一點 介紹他佛法 傳統話 介紹他判斷了 佛當時候就 就嚴格規定啊 比丘不能以神通度眾生 大家細細去想一想 大家去感受感受 比方說有一個人 憲神通說他是觀世音菩薩 你看一般的百姓會怎麼樣 趕快去見他給我摸摸頭啊 哇 我就怎麼樣了 那他還羞嗎 佛法是內學 要向內啊 他現在都怎麼想 我去拉到那個觀世音菩薩就好了 他都向外了 甚至於他都在那裡想 哎呦我要看到觀世音菩薩 他很容易著魔啊 搞神通的 讓眾生修行的認知就偏掉了 認知偏了 你要再把他導回來 不容易啊 先入為主啊 再來呢 他先講這些內向啊 神通啊 你會把他看得很高啊 他看得很高 你跟他相處了三個月六個月呢 他還是發脾氣啊 還是一些壞習慣呈現在你面前 你就會覺得 哇他境界這麼高 那還是會發脾氣啊 那聖人也差不多是這樣而已啊 哇你對於修行的這種秩序啊 要不斷提升啊 你沒有這個態度了 把修行看清啊 孔子說 五十又五至一學啊 十五歲發願向學了 大學之道 就是菩薩道了 用佛家講 三十而立 四十不後 不斷下功夫提升啊 那每一句都是修行的重點呢 三十而立叫毅力不搖啊 五輪八者在任何境界 要立得住 要立得住 富貴不能贏 平賤不能倚啊 威武不能取啊 這是立言 四十而不惑 不惑就是 他能全變的 無可無不可 他用意去判斷 意之與弊 這就是 孝替中性 禮義廉恥啊 都要會變通啦 不能學死啦 這我們 前面應該有跟大家有探討多了 學到立權 這四個層次 最後還要學到同權大便 孔子四十而不惑啊 五十之天命啊 六十而耳順啊 耳順那就 像華銀講的 世事無礙啦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宜舉啊 那自性的流露了 自性啟用了 七十歲 十五歲 用功花了多少時間啊 下了那麼長的功夫呢 五十多年了 所以假如 搞這種神通啊 就會讓眾生這個修學都不知道 次序在哪裡 啊 啊 啊 那再來啊 你 一 一搞這種神通啊 啊 啊 本來人家跟著真正能帶他卸脫的善之士啦 你一獻神通了啊 他被你影響了 你把他帶他過來清淨你了 你把人家帶歪了 把人家的法神灰命給毀掉了 這個罪业就很大很大了 因為這個眾生是誰度啊 一定有他的因緣 因為那私生的緣啊 那都不是一生一世的啦 你去破壞了人家的緣法緣啊 好 這個是 判斷 從這幾個點 判斷 諸位忍者 你們還有 研究觀察到哪個點也能判斷 這幾個點是我 我 持續觀察 當然也有老學生的教導 好 這個集市廣義還是很重要啊 我們希望 傳給 孩子學生啊這個很全面的判斷力 好 因為 hst 谢谢大家